今晚凌晨兩點 其實香港時間凌晨兩點 聯儲局就會公佈上次的會議紀錄 其實Jason你覺得這次最值得關注的是 有哪幾個焦點呢 我也會看回在紀錄裏面 究竟那些官員有多大的比例 這次是覺得只是加半厘息 有沒有那些官員都覺得要加四分三厘 比例是有多高呢 這個或多或少都會影響 未來這一次兩次的議息方面的進度 還有看回在紀錄裏面 究竟他們在通脹方面的看法是怎樣 另外我也想講一講 例如剛剛提到昨晚公佈的經濟數據 當中因為見到新屋銷售 就連續四個月下跌的 這次跌幅都挺大的 某程度上反映了美國 雖然你說這一段時間 暫時的加息的幅度還未算很高 但你都看到其實在那個防貸利率 即美國的人是借案揭去到買樓 或者去到做議案方面的利率 已經升到接近這十年裏面的新高 去到5厘多 去年年頭都還是3厘多 所以某程度上對於樓市的影響 都開始是看到那個壓力在那裡 所以你說接下來美國方面要考慮轉一步加息 當然控制通常都是大前提 但是近期美股的急跌 再加上一些樓市的數據也都做得比較頑皮 另外也都見到消費信心方面都會放越下呢 那會不會都令到就說 接下來聯署局在下半年要進一步加息方面 可能面對那個壓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你說的會議紀錄裏面 會不會都提到相關加息之後 對於經濟的影響程度會去到哪裡呢 那這些我覺得都值得去關注 好啊 見到標誌其實就由高位4818點 跌兩成的 由高位已經跌了兩成的 但是觸及技術性紅市之後就出現了一個反彈 你覺得美股這一輪反彈有差不多了嗎 其實我覺得美股整體的那個跌勢 都未說真的見底著 因為目前這一刻或者剛剛提到 始終大家都還在關注 美國方面的經濟增長是放慢 很多經濟數據是轉差 大家接下來可以繼續炒一個所謂衰退的行程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見到通脹仍然都是高位 另外聯絕局方面收水縮表那個進度 暫時這一刻就未見到放慢的 所以這兩個因素夾雜底下 再加上美國公佈近期的業績 都有幾多是miss做的預計 所以我都相信暫時以美股的估值 這些位置又不是說算特別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 接下來的市場有些什麼壞消息再傳出 或者可能一些數據出來又是頑皮 那美股可能再跌的空間都還是存在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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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